幾大互聯網平台股 短炒我會偏向看 跌下來這麼多反應得七七八八 怎樣去搜尋短炒必勝的組合 第一你可以看看 第二你要留意 這兩樣配合到 不是用來短炒 你的防守性都高 大家好 歡迎收看牛九二樓座 今天請來嘉賓有洪麗瓶康尼塔作客 康尼塔你好 你好 歡迎你 好久沒見 今天又默契 心有靈犀 今天想特別向你取經 我們前幾集都沒有說 有得短炒嗎 其實選股票是有的 如果你看恒指整體 就似乎沒有什麼 每個人的短炒在心目中是不同的 有些人可能覺得 由這個早上到收市 他已經覺得很長 所以我想比較中性一點去看 通常說一個禮拜 三個禮拜 我覺得這樣應該比較合理 近期的短炒主題 其實都是業門的 都是一些AI 你發展一段的東西 就有很多變化 變化就是有些公司有新發展 好像最近有些政策 甚至乎不要說中資 甚至美國那些公司都是 有些研發出來 有些新進展 又可以炒一下 但是你知道現在其實 每個政府都在說 可能要監管 所以這些消息其實就比較多 令到相關股票的波幅比較大 明明是害怕的 但是為什麼反過來 我們放進去短炒呢 都可能有好事去演繹呢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可能有個經驗 或者印象都還很深 四大互聯網 那時候被整改 整改令到整件事 大家覺得 那時候震了一整年了 可能不止 那時候大家的信心就覺得 總之監管就不行了 就對股價一定跌了 但是現在你網信辦出來 其實現在AI是說很早期的事情 很多公司還沒開始賺錢 也都未至於說 好像那時候已經是壟斷了市場 在現在這個階段 他提出這樣的監管 我反而來覺得是好事 否則你現在說 每個公司都炒得慶合合了 投資者就拿著很多貨 那一刻你突然出來監管 那對投資來說 真的可能會比較突然 如果你現在開始發展這段 大家都還在摸索 那些公司也未真的有什麼實質的 或者他們有些業務 可能未有什麼場景擺出來 如果這個時間去做 可能大家停一停 想一想 究竟是否好像想像中那麼好呢 你剛才說 AI的概念這麼大 現在剛剛算是開爐 那怎樣去選擇 那你百度真的事實上是比較具體的 那它是有東西研發出來 那只不過就說 它亦都有一些應用場景 即是說到給大家知道 那其他那些呢 就真的可能 AI其實涉及到很多東西的 上中下游也有的 那如果你說純粹是概念那些 那反而我覺得適合短炒 那你就跟風了 那跟風呢 你知道你是在跟風 你跟風你就要短炒了 你就不要人家下車 你還在坐在車上 概念就是第一百度 第二會不會是 細小一點 有沒有你覺得是考慮範圍 射程範圍之內 射程範圍之內 我想如果我說雙湯 很多人認同 但其實我對這個股份有戒心 那你拿吧 拿吧 還有就是它的發展 當然它的產品 全部都是應用在一些AI的產品 還有它自己本身 譬如在一個智慧城市 智慧商業 這些是它的應用場景 其實我不是說它的業務不行 它的業務真的可以 事實上如果說AI的發展 在香港算是獨角獸 但問題就是它現在還是一個很初期階段 所謂初期是指它還是一個投資期 研發階段 但問題就是你還是一個研發階段 還是一個虧損的階段 究竟什麼時候才可以真的賺錢呢 可能我自己看起碼是2015年 所以變成在這個階段 燒錢的階段 中間還會有很多變數出來 所以如果這類股份 我覺得如果你說長線看好公司 你可以長線投資 但問題是現在還未需要在這個時間 就要部署一個長線的投資 而且你看到股價也知道 還有就是你這麼多的股份 在那些基石投資者那裏 有些就在譬如說上市的時間 一些投資者那裏 你變成那裏 其實隨時可能他們又要減持 大家都算是科技股 有些看大盤的話 可能覺得騰訊 你也想得過 但是就要有機會受到一些股東減持的影響 你會怎樣去評價 股東減持是有影響的 不過看看股東是怎樣減持 你說如果好像軟銀那些減持 他比較進取的 他真的不斷估 我想他的決心也大 真的要減持 因為他要逃現 但是你說如果好像騰訊那樣 那個南非大股東 他減持比較有秩序 如果你這樣看 還有已經有些old news 沒錯 變成了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影響呢 還有就是他減持 他那時候說 每天的成交大概是多少 要佔他 那騰訊在回購 騰訊回購 每天大概90多萬股 即100萬左右 亦都是大概 等於他預計的消息 就是減持的數字 所以其實 這裏就可以抵銷到的 所以我記得騰訊 你見早前那些互聯網平台股 大家調整 那騰訊相對真的調整得少些 是這一陣 又說 南非大股東 放了9000多萬股 落去中央結算了 於是這一陣 就有些調整得比較明顯些 但是反而好 這樣的調整 我覺得就是買的時候 但是我們合不符 我們說短線 短線捕 短線捕它是否 你又覺得怎樣 因為成本都挺大的 是的 第一成本大 第二 你如果譬如說 我買了一手 你成本都不少 那你買了一手 你又要計 我買了一手之後 如果我升了30元 那你是賺到多少 你又要這樣去自己計算 如果你說騰訊 短炒就是 剛才我們所說的其中一種 就是說 你不要想著職日 不要想著一星期 可能你這些 起碼 三至六個星期 就是這類的短炒 可能會有些肉食 因為你看到上次 有三百九個多元 就是差一點就達到四百元 那三百九個多元 下回到三百四個多元 這個幅度也挺舊的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有些機會 就是要提醒大家 短炒呢 尤其是職日先 又上又下 又要注意成交上的手續費 對 其實這就是成本問題 所以我剛才提醒過 短炒你一定要計算數 究竟的幅度夠不夠 好像剛才我舉過騰訊的例子 你賺十元好像很多 但是因為銀碼大 你入場費又不少 你那裡究竟涉及成本多少 然後還有印花稅等等 成本是一個重要的 不僅是買的 因為短炒是沽賣的 所以你一來回成本 就沒有計算了 就是走隧道 你來回自己要花費 所以平台選擇很重要 不過如果你說幾大互聯網平台股 我覺得如果你短炒 我會偏向看美團 我想最近因為騰訊 送了美團的股份 給騰訊的股東 大家擔心股份 所以美國股價跌了很多 我覺得它跌又跌了這麼多 其實都反映得七七八八 所以反而我覺得 短炒的直播率會高一點 而且它一直以來 如果講過業務 我覺得它和騰訊不同 和阿里巴巴都不同 它的業務是比較簡單 所以在入行門檻的因素影響之下 我覺得它變化多 所以變化多的話 反而短炒就比較合適 第二個板塊要看實 原來是航空股嗎 航空股 你也捕捉到了 有些起飛了 當然也不太全面 譬如好像 那一刻已經看到航空股開始升 不過升的時間 升的時間是比較反覆 或者叫做閃縮 但是這陣子 如果你看那麼多隻 南航 就相對穩定一點去升 因為你看看數字 譬如每個月的陸續公佈數字 都是一路改善 還有五日黃金周 都比較重要 這個黃金周 我看得很重 如果你說今次在黃金周 大家如果看到 大家的消費意欲不太強 還是很保守 那就要小心 黃金周回來之後 大家對航空消費類股份 就要審實一點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我覺得是有改善 就是比起農曆新年的時候 應該是有一個新的指標出到來 其實如果你說這個位才去買 那就真是尷尬的 但是我自己記得 我在今年初的時候 都看好航空股的 其中就是南航 但是你說現在去到這位 我想最關鍵就是看回 6.2元 還有這位 看看串不串 我自己覺得會串的 如果你說這些位又穿 再加上黃金周 之後出來的整件事 真是比你預期好 那他真的有機會再上 他再上下一個位 這個就關鍵了 就是回到疫情前 差很遠 大概2元 19年 如果是南航 你說就算我不看那麼盡 八個多可能要等到 看看今年內會不會有 就算回去7元 其實也不差 所以你說現在去到6元附近的位 那你如果先去參與 你就要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說 可能不是說 三幾個星期 可能會中長一點 不如我們嘗試綜合一下 怎樣去搜尋一些 短炒必勝的組合 我剛才提到的 大部份是說基本因素 但是有幾個要配合 第一 你可以看看技術走勢 因為技術走勢 很多時候 有一批始終都是信 技術走勢 你到某些時候 可能會沽 或者那段時間會追貨 技術走勢是其中一個參考 第二 你要留意資金流 資金流 究竟你不斷在那裡炒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那筆資金而已 根本就沒有人跟進你去參與 你終於有參與 可能它破壞之後 你的成交股數 或者成交金額 是否還要推上去呢 是的 這是其中一樣 這兩個的 這個checkbox 如果我們都填補的話 多數的勝算有多大 這兩樣我都看得重 如果你說這兩樣 你都配合到 其實勝算機會高 不過就算你說這兩樣配合到 你不是用來短炒 你的防守性都高 短炒 如果你沒有一半機會 或者樓上的話 其實就算不算 起碼我都覺得 如果你有七成機會 你才會參與 不如勾回我們當財 一開始就說百度 看看這個例子 引證資金流和技術位 我們怎樣用一個放大鏡去看 喂 接下來行不行 你看他早前 一說他自己有一個民心一言之後 然後升上去一百四十幾 一百五十幾 原來很多同業都慢慢說 他又有AI 他又有什麼場景 然後你先炒了旁邊 你有新的東西 然後他股價就跌回來了 我覺得如果你說 用這個角度 其實他的東西 如果真的比較實在 但是你知道 大家都發展階段 如果短炒的話 可能就是放上一百五十幾 只賺指示位 有沒有一個劃一的標準 如果你說真的跌兩成 我自己覺得都應該考慮 一成我都覺得就未必 剛才就集中說一些短炒的攻略 大事上的話 我們都想犯一步 因為快到了一個 叫做傳統的五窮月 下集主要說 究竟五窮月 會不會未必只要這麼窮 有什麼消息 我們要多多留意 這集先說到這裏 最後記得要 comment like 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